这个销售部的那个加总奖金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范围 这边有两个 所以这个是条件 那这个是要加总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加总的是销售部的这个资料的话 那我第一个啦 我先插入函数 可以找到一个叫三角一样 那个刚刚提过的那个SUM开头的SUMIF OK那只有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SUMIF按去 它会有三个格子出现 那特别注意哦 它这个格子 第一个Range的那个说明里面是要销售加总的范围 我觉得它叙述有点怪怪的 其实应该是要判断条件的范围才对 它这个说明有点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去看它的说明 其实应该是上面两个一组 下面是结果 也就是上面Range指的是你要判断条件 那第一个你要给一个Range Range是指的什么 你要判断的条件在哪里 条件的范围 条件的范围在哪里 在B3到B7 找什么东西呢 Criteria 条件 找销售部 那你前后双一号先不用打 没关系 因为它会自己帮你加 有没有 移开的话自动加一个双一号 那要加总的话呢就是奖金 把奖金加在一起 按个确定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自动去判断 如果这个是销售部 才会把奖金加起来 如果是开发部呢 那就不加 那第二个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它加那个所谓的开发部的话 那底下都一样 直接在这边 把这边销售部呢 改为开发部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刚刚的公司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改成开发 开发部 OK 好 就把它加起来了 好 这个是第一个 有关什么呢 哎 你要加总会有个条件的话 可以用三米斧部分来做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做的是 销售金额 另外一个你可以什么 如果是大于5万的 帮我加这边的话 那另外有一个是 criteria你可以用那个 比较的方式 我们一样用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斧 里面的话呢 range指的是销售额 如果大于5万 大于OK 5万 好 那特别之后 这边的话 你可以直接输入 输入什么呢 诶 criteria后面记得哦 后面你可以加一个 大于小于等于的运算值 再加上你的数 你的数字 不过移开一样哦 他会自己帮你在前后加双以后 表示一定是一个自串 销售人员的话把它加起来 OK 按个确定 答案就26个 那这个是有关三米斧里面 会多一个条件部分 那请各位三米斧部分呢 有一个综合练习题 我们签到综合练习2 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题目哦 那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不过这一题这边的题目在这里 答案在哪里呢 那个需要用的档案呢 请各位另外开启 因为他的档案稍微比较 比较大了 所以我把它额外 在那个练习档里面呢 有一个叫综合练习的 叫做教师研习 这个统计表这个 请你把它打开来 这个要额外开吼 那这一题的话 特别注意哦 续子1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这个学校的所有老师 有20位老师 续子2呢指的是他有参加 他有参加 所以你会发现哦 有参加有14个 有6位没有参加 那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有参加的时数 把它找出来之后 并且帮我加在后面 比如说王庆路的老师 有没有参加 以前的做法呢 你要切到这边看一下 王庆路没有参加 所以他0个小时 是不是 那如果换下一个 理事员 然后切过来 大家如果你这样切的话 哇 如果一堆人的话 你岂不是呢 要做很久 那特别说啊 这第一个哦 前面是总表 后面这个是他有参加 而且时数多少 那当然这边的话呢 除了说有个入门教学之外 请各位再增加第二班 因为呢 后来 他们又开进阶班了 因为入门上完之后 可能一游未进 想说再接再厉 因为像我们现在是入门班 各位 现在是在VPA 里面最简单的 OK 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 再往上迈进的话 假设了 那这个 请你把序值2 托拉 按坎凑键 把序值2 改成序值3 它名称 那这个地方就是把入门班 改成叫进阶 入门改成叫进阶 那这个班呢 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哪两个老师呢 第一个老师跟最后一个老师 所以按Ctrl键 把第一个跟最后一个3 除掉 那编号重新编一下 1 本来是1到14 现在就只要输出 输入1就可以了 1 向下填满 Ctrl键按住 然后延行时数的话呢 全部改成两个小时 所以你就输入2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后面2跟3 这两个工作表的时数呢 帮我加到前面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 也是利用刚刚那个3米符的函数 所以你特别说 插入函数对不对 一样用什么 最近使用过的3米符 那会有三个参数要给他 Range 我刚刚讲过 Range 跟Criteria是一组的 指的是你要找的 诶 那个范围 有没有 那个老师 所以要找的 基本上就是入门教学 哪个老师 王庆路 如果有 帮我把那个里面的时数加回来 我将来要看到时数 哦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因为它跨工作表 所以 不过跨工作表没差 反正顶多是加一个工作表名称 净探号而已 其他都一样哦 所以做法上 Range 要去哪边找 要去入门班找 所以你要点一下入门班 然后哪个范围呢 从姓名下方这边 往下选取 选到下面这边 那criteria点中间 找一下你们王庆路 有的话呢 帮我找什么 帮我把 一样是叙车2里面的什么 研习时数这个范围 帮我怎么样 帮我加回来 然后这边 再移到中间 那你会发现哦 诶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帮你把 这个王庆路老师的 时数加总 零个小时 那会有个问题 等一下向下填满 所以怎么样 把那个B3到B16 按F4 然后C3到C16 一样按F4两下 因为要向下填满 把列给锁起来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诶 入门班的 时数 全部就加起来了 诶 不过还有个问题 进阶班怎么办 其实就是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个公式 复制啊 然后呢 它只是两个工作表的 相加嘛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应该是 直接把这个公式 复制 再到后面呢 把它加上 贴上去 但是贴上去呢 你可能需要改 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工作表名称 第二个是范围 那因为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 第一个工作表 只要看到序质2的部分的话 就把它改成序质3 这边改成序质3 这边不能改 应该是改 不是看到2就改 看到12 序质2改序质3 然后呢 B3到B 少了两个老师 所以呢 16改成14 这边改成14 那其实你如果不改14 好像也不会错 为什么 因为它反正就空白 找不到而已 好 打勾 完成 向下填满 全部加好了 这也就是说 不同的哦 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个工作表 里面的资料把它加起来的话 其实用这一招就可以了 跨工作表的比对 那你的条件 去的意义基本上就是总表 总表里面一定会有哪一个名字 或者哪一档股票也是 然后哪一个什么样的名称也可以 那后面一个是你要去那边找 找到之后呢 帮我把那个它后面的数字 数字 数字加在一起的话 那你可以用SUMIF 来做 那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稍微 试一下 那VBA OK 看一次 OK 那后面当然VBA 其实VBA 没有这么好的SUMIF 所以 如果你要 把VBA 加进来的话 也许可以结合 跟刚刚讲的 一键完成 把公式干涉直接输出 出来 试一下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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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